整个钢筋绑扎工程应该先和各行业互相协调配合 包括给排水、电器、消防、冷气、煤气、电梯、模板等等 以制定钢筋绑扎的步骤 在预买管的地方应该尽快地绑扎好楼面底的钢筋 让各行业都可以尽快地完成该项工作 各类预买管不可以安装在凉钢筋的外面 以免影响混凝土的保护层 秉叔 这么说原来绑扎钢筋的工序还真复杂呢 是啊 你也不愿意看到好好的一栋楼 就像我的腰骨一样疼得直不起来 不会的 秉叔你老当义壮吗 你可真会说话 咱们接着往下讲 你看 在绑扎楼面钢筋的时候 应该要在楼面准备好合适的扳手 用来改正临时更改的细铁 这就叫做未雨绸缪 我还有一点先见之明吧 平时都会预先安装好一个较大的电气线路盒 以避免要拆去各边楼面钢筋 才可以进行安装工作 这就对了 要不然就后患无穷了 记得在拆完装好以后 必须马上把楼面的钢筋重新扎好 各个行业的装置如有任何的更改 应该尽早的通知钢筋工工长 使绑扎钢筋的工序能够加以配合 所有预留孔的位置除了必须准确和符合尺寸之外 还必须按照施工图要求 在正确的位置上面加上足够的吹鸣霸 以加强混凝土抗减能力 防止混凝土凝固的时候 在流孔位置产生裂缝 不然的话就会像饼扫做面膜那样 干裂的样子 多恐怖啊 啪呀 干不干裂都一样的恐怖了 另外为了避免已经绑扎好的钢筋 不会被破坏 楼面必须有足够的桥板 作为过路的通道 要不然做得再好也会前功尽弃的 按理说每一道工序都做好了 整洞楼的质量自然就优秀了 优秀不优秀要经过检验以后才能确定呢 每个钢筋绑扎部分完成以后 都必须由总承建商的工长审核以后 然后成交验收报告 来要求工程师进行验收 还不止呢 如果钢筋工程部分涉及到板膜 机电或者是其他行业 就必须同时由工程师 监工还有机电工程师验收 经三方面认可及签署验收报告之后 才可以安排胶筑混凝土 当胶筑混凝土之后 必须尽快清理 附在钢筋上的水泥浆 我的女朋友对我的要求都没那么严呢 当然了 完成以后 成建商在工程师指示下 用测检仪抽样检验混凝土保护层 如果发现混凝土保护层 在胶筑混凝土期间受到影响而导致不足 成建商必须及时检验所有同期混凝土保护层 并提出适当补救方法 而补救方法必须经过工程师的批准才可以进行 看起来检查很麻烦 不过只要我们做得好 就不怕人检查了 讲得好并说 果然有见识